主席 主席還有我們金管會 所有的官員同仁 所有好朋友大家好 主席我們請金管會主委 其實剛剛今天早上看到新聞出來 大家都很關心 竟然 可以用偽造的美超將去換這些錢 大家都在問那剛剛 那是把網友問 到底 我們現在銀行對這方面的辨識能力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報紙竟然說達到六千多 你剛剛說是一千多 那不管是六千多一千多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事情這樣發生 會不會對我們台灣銀行在整個國際上 產生人家美國會產生一個疑慮 你們台灣的問郎 到底辨識能力有這麼差嗎 金管會在這一部分的監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向全國民眾做個說明 其實趙峰 在過去有關於這個封控的部分 他們都有一定的機制 而且他們那機制都有報 董事會也有報金管會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再做一次檢討 我們會再做一次檢討 會再做一次檢討 怎麼個檢討來 請教一下來 因為這個是一個極其嚴重的事情 換句話講銀行都會拿到假美超 那我們今天是個國際貓 我們今天有這麼多觀光客來 會不會拿到一堆假美超啊 會不會 會 會 你先回答我會然後才講 這個趙峰這一次 因為偉超有 偉超的製作有些比較精緻 有些比較粗糙 這是趙峰他因為兌換的金額比較大 他有懷疑 所以他在送請相關單位做一個見識 哇有懷疑還被A了一千多萬 這個懷疑也很奇怪 他謙存了 處不處罰這個應不應該去精簡一下 他們這個銀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啊 報委員我們會通盤 就這個事情 看看趙峰的一些偉超的兌換機制跟風險控管 有沒有缺失我們問題 我希望要趕快處理 為什麼 這是對我們 在市場 自由市場 會讓人民產生很大的威力 這是今天新聞出來 我先 希望提醒金管會能夠注意 好這一件 那 請下去來我再請教一下 那現在 大家 非常關心了TRF的問題 其實 一年前 甚至三個多月前 包括昨天 TRF的製教會都還在開會 我們現在TRF到底 台灣鋪顯是多少錢 主委 其實剛剛有提到過 TRF一直都是我們嚴密的監控中 如果有個案的話 我們也會協助處理 所以我們也要求銀行 對於他現在客戶還沒有結束的契約 必須要有客戶的協助措施 跟風險控管的告知 那整個的負險剛剛有提到過 就是 目前為止 如果我們的帳面損失的話 其實是 銀行列為被抵 提列被抵損失的是52億 才52億 拜託的啦 你去看看金周刊 原件雜事登出來 都是好幾千億 你說52億 已經提列是52億 那整個Martel Market 的曝險是700多億 我再請教你 我們台灣的銀行 現在很多人在懷疑 他們真的只有賺手續費嗎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TRF 在台灣 第一個 公開開一個論壇 公開在賣TRF 公開在宣傳的 第一次是在哪裡 是哪一家銀行辦的 你知不知道 這個部分我們不清楚 是台灣銀行還是中國的銀行 第一次啊 第一次 公開很大的 就在信義計畫區 103年的時候嗎 我們是 有人講啦 哪一家銀行 這個有人知道嗎 給主委一個提示沒有問題 報文這個 抱歉信息沒有掌握 訊息沒有掌握 那我就告訴你 TRF讓我們人民 遭受巨大損失的 都是人民幣 來這裡賣的 就是中國的銀行 中國的銀行 我們理解 露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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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幣沒有 從事這項的一個 沒有嗎 沒有 你們實在是啊 會不會太麻木了一點啊 在信義計畫區 對於2013年 第一筆的 人民幣TRF的交易 在信義計畫區 召開的經濟論壇裡面 由中國銀行 所舉辦的說明會 開始就在推銷 人家利用經濟論壇在推銷TRF 堪殺我們台灣的企業 你們竟然不知道 第一個就在這裡 要不要查一下 這個有沒有違反我們相關的規定 你們都不知道 一百年齁 一百年齁 一百年這個人民幣業務開放之後 本營跟外營跟露營 都能夠承作這個業務 但是這個露營齁 並沒有承作 這一類TRF跟DKO的一個業務 在我國境內 沒有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有這一回事啊 他們有做人民幣 我現在就告訴你有啦 是那我們來瞭解 瞭解 今年一百五年了 兩年了呢 他們有做人民幣的業務 但是並沒有做類似TRF DKO 這一類高槓桿的一個衍生性金融商品 我再請教 我們台灣的銀行在 推銷這個TRF的時候 到底 只是賺手續費 還是 可能 利用 他的OVU等等 在境外 跟中國的銀行掛鉤 然後呢 一樣大賺 我們人民所虧損的這些TRF 這些匯率的損失 有沒有 報委員 拋補的 據我們的理解 大概都是歐系美系的 跨國大銀行 所以你認為中國銀行沒有 沒有嗎 我們的了解 絕大部分都是歐系美系 因為碰到中國就不敢查 所以只查歐系美系 不是我們是從 我國銀行這一邊 跟我們申報的結果 都是歐系美系這些大銀行 我做一個表給大家看 給你們看 也給記者朋友看 大家看看 客戶付款給銀行 銀行虧損了 然後我們上面銀行就要求什麼 你當然啦 虧損 保證金要追加等等 他要交付給上手 這個上手 這個上手 有沒有可能 我們這一些銀行 跟中國銀行聯合起來 坑殺我們的這些企業 報委員 這一個要能夠 做上手 承接這一些 衍生性商品 他必須有一定的一個 規模 我知道你要講規模啦 但是 我不要大規模啊 我知道坑殺你們台灣個幾千戶就好啦 我這一些 跟中國銀行聯合起來 我再給你一個數據 你問一下 我們 你剛剛的業務報告裡面 提到我們的銀行 獲利率什麼都在提高 本國銀行 現在 在中國分行的獲利率 是 賺還是跌 今年大概是50億啊 50億 是賺還是跌啦 我問你啦 賺 賺 那跟以前的賺 是成長還是衰退 今年有列為衰退 列為 因為 我這邊的數據是 大幅衰退 45.8% 你跟我講 戀幅衰退 你是資訊跟我不一樣喔 報文 資訊好像是你們給我的 因為今年 人民幣有貶值 所以因為匯利的結果 但是你把台幣的貶值也算進去的話 今年是有衰退 衰退多少 45.8%沒有錯吧 好那我再問你 三家 三家 中國大陸的銀行 中國的銀行 在台灣 他們的獲率是 成長還是衰退 我再問你 應該今年大概 去年到 104 104應該是大概 65億左右啦 65億嘛 這是你給我的數據沒有錯嘛 好啦 我們 台灣的銀行 在中國 大幅衰退 今年還是有賺啦 賺多少 賺19億 中國在我們這裡賺65億 經常說他比我們比較有錢 結果在這裡賺得多 為什麼賺得多 為什麼 TIF有沒有問題 還有上面有沒有掛鉤的問題 報文這一部分應該是大概都是 這個 欸 為什麼 回答過很多次 都是因為 人民幣轉存的一個 一個利差 都撒給這個喔 如果都是這樣子 那 這個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就是其實跟TIF這些都有關係 所以人家在懷疑 我們到底是不是跟他們有掛鉤 所以啊這一部分 我希望你們要查清楚 我會繼續的追查 希望你們把這些我要的資料 剛剛我提到了 你把它查清楚 最後一點 保險法修正 主委 15歲以下 我希望你要特別注意 除了天災地變以外 其他的都要 好好的去思考 應該不是從人獸 必須從責任保險裡面的產物保險 責任保險是屬於產物保險 這一部分可能 就可以 你先回去做沒關係 不要站在那邊 太累了 所以我在這裡是提醒你 這一部分 我們贊成 但是必須 人力不可抗辯 如果是車禍等等這些意外 那會產生道德危機 所以 也許在這部分你們要堅持立場 我不知道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要堅持立場 我們的立場是在不 增加道德危險的前提才會 這個是我先希望給你的我們的原則 要把握住 要把握住 好謝謝 謝謝委員